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三集的Missing Menu 我们一拖再拖的情况下 来到星期日,星期录音 其实情况是有好转度也有恶劣了 病情是有好转度和恶劣了 选情当然都白热化了 我们这个节目讲的 大家过去一个星期当然最留意的就是 这个选委会的结果出来了 似乎原本民望高的梁先生面对着一个很不利的选举委员会的结果 他说铁票上很不利的 对,铁票很不利的选举 完全突显了小圈子选举的问题 这么高民望竟然这么低的铁票 这个是刘慕雄的说法 其实刘慕雄的变记 我们应该是找一天请他上来说 我觉得他是自相矛盾得很厉害 他的口才上可能很好 但是他的行为在推翻自己的口才 你不要理他,他三分钟变完来 他三分钟之内很无敌 是吗? 那千万不要三分钟内 让我们找到东西击他 那我们不如找他上来 大家留意到选情好像很峰回路转 形势有些人就说 已经铁定了唐糖明显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是讲关于辩论技巧的 无论他的文望或是贴票 有多有优势也好 就是我们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你的特首 你无论是将来特首选举的时候 就是特首辩论的时候 或者是你上了台之后 你有很多东西出去说的时候 你都不断地说错话 或者是你回应的时候都错了 都是买烂手 就是选中了都是买烂手 所以我们会秉承着missing menu的精神 继续建议他们要小心留意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新鲜滚热辣 虽然迟了录音 但今天我们要留意到 一位前辩元的文章 真的是前辩元 真的是前辩元 就是黄隐书院的前辩元 链中的亚军 好像都是多场的Bestie 但是你猜不到为什么他会拿Bestie 不要紧要 我要介绍这个嘉宾 就是沈旭暉先生 我是不是要扮声 你好 沈教授 沈教授今天在《明报》的时候 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什么 《智郎书》 很明显是被CY 那是上集而已 下集好像有《智珠书》 就是《智郎书》里面 我们又发觉到 有几个 未看大家要看 是不是 就是看了 我们发觉 有几个论点都很值得 就是辩元去学习 和留意一下 甚至乎裡面 是带出了很多辩元的味道 是啊 真的 不说不知 又是辩元的作品 那第一个 我觉得 就是 过去一个星期 大家是猜我们会说 何柱国 而我们过星期 真的准备了去说 是呀 大家都知道 何柱国的辩论技巧 那段东西有多精彩 就很多人都分析过 略略说几点 第一 就是攻击是很有 就是 用我们辩论街 共同认同的标准 就是三个字说完 就是快狠准 哈哈哈哈 那你什么都说完 不是 他真的很狠 是不是 那条两难问题 就是最完美的了 而且这条两难 是比起中学 或者大学生 那些假两难 更像那条两难问题 是啊 要是你承认你自己没有披露了一个 上市公司的董事的一些权益的资料 那这个就是犯法 要是你就真是一拨清队 要是你就真是一拨清队 在问社会政策上 到底你要怎样 和怎样 其实是两个situation 是可以 所以典型的假两难 就是通常都会变成这样 设计得太高 我们又比不起 设计得太低 又好像没有作用 那这些是很典型上 假两难 为什么假两难呢 阿J 起码就是你没有这个 设计得太高 设计得太低 为什么呢 你不要说标准 高和低的问题 而且高和低 其实是不能够 可以同一时间存在的 你处理合理 你觉得 应该这么说 没有一个定额 是对所有人都高 又对所有人都低 是啊 是吧 你应该高和低 是永远都会 对某些人来说 是有这个相对的 因为两难其实是不能够存在的 其实在语言技巧上的两难 就不是一个真正很有力的假两难 嗯 即是高得来合理 也是可以接受的 即是高得来 但你怎么叫高呢 譬如我罚别人这个五千元的 随地拋垃圾 那你是理解不了 这是高还是低的问题 但何处国这一个假两难 就是真正的 假两难 何处国这一个两难 就是真正的一个两难问题 因为其实无论你回答 其实我承认这件事 或者不承认这件事 它背后都是带出一个结果出来的 而你在承认和不承认 这个所谓在数学上 就叫做complete set 就是我们完成了的 就是你所有的possibility 你也要承认或者不承认 但是你刚才所谓的 就是收费高和低的问题 其实你是不能给你选择 我们整个数学定义上 就是有高和低 你不是这样分的 当然假两难和真两难 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概念 可以了 Jay 你说得太多了 太深了 简单一点 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 他设定两难的技巧 设定了一个真两难 而且是非常之狠的 所以这个是狠的 那准是准在哪呢 准就是定位准 非常之好的 就是我们开辩的时候 大家留意何处国的开辩 很快就定了一个很准的位置 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是这么多份报道中 最讲事实的一个 因为他没有 就是他说评论 关于那些全民的报道有很多 包括了一些 地下共产党员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我们的报道呢 那些全部都没有报道过 我们唯一有报道就是这一单 我们有data的东西 有论居 有论居支持的东西 就是证明他说他是列造的 说他是针对某一份报章列造 这些背景元素全部都剔除了 定位谈得很准 是讲事实 第一个定位 第二个定位就是道德高地很准 出来是抱 就是什么 我今天不是针对你的 我是保护这个员工 是说抢占道德高地 这两个位罵得很准 之后 之后所有说的东西 就不离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 记者是无辜的 这个记者是duty 你出来选 你预论了被人问的 第二 这是事实 你一是答 一是不答 你不要说我追问你 有什么令你难堪的东西 你预论了 类似那些问题 这个定位是非常准 但是快是哪 就是他很快 但是他第三个快就是回应够快 他回应什么 他回应很快 就是你看Q&A session的时候 他每一个回应 没有拖 正如我们的台湾发问 是不用那30秒的准备时间 就立刻出来答 而且答的答得很快 特别答得最快的那条是什么 记者问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立刻就问 那你的动机是什么 是记者即是啞了 就是他没有想过 原来不是人的动机是这么笨的 用自己的身份 但事实上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法 是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答法 你想想 其实没试过记者会 即是发布记者会 问回记者问题 是啊 记者是即时被人准备了 哈哈哈 记者也很惨 只是想说很多记者都是在前面 是很惨 突然在台上被人准备了 而且他的反应快的地方就是 一些记者说 你现在觉得CY承受的问题 他就说 啊姐姐仔 他说你不要拿我把嘴唇来 就是把嘴唇来套我说话 我没有说过 就是这些回应是够快够清楚的 而且他是很紧的 就是说他不会把这条线 extend到他说 你个人承讯有问题 我是反堂堂 反CY 觉得他不应该做特首 他就stick to 就是说你回答我这两难就算了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辩论技巧 我常常说的 就是把我们的招呼 拆到原来越小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但是你看到现在中学 常常都是这样 就是把这些招呼 我想到三个论点 接着第一个很强 第二个很中间 第三个就随时被人rebook到 结果我们就出第一个算了 这个不知道 总之他的辩论技巧有法行准 我们略略说了法行准是值得好学习之外 那重点当然是你如何去回应这个法行准 回应这个法行准 经过我们一个星期的研究 基本上是 回应不到的 没错 你最多可以side track他 然后开始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关掉电脑 你帮傻子玩玩 不是 但是我们发觉 虽然回应不到 但是我们今天在前辩元沈老板的文章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把何柱哥的回应更加昇华 大家看过30分钟的记者资料会 当然拍完首张 觉得封了他BASTI 但我告诉你 BASTI和教练是还有一级的距离 很敏感这个题目 没错 BASTI和教练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发觉 快狠准有时候 就未必够深 如果你有些最适合的讲评语 快狠准好 然后你下一个评语出来就说 深度也很重要 在内容上 我想你多说一些 在内容上 但是我们讲回应 那深度的回应在哪里呢 沈老板今天的智囊书里面 他讲了一个点 是非常之 我觉得很好 我个人觉得很好 不知道Jay是如何 他讲了很多点 他其中一个关于何柱哥的回应 其中一个问题 他就说 关于记者提问 CY的攻击是说 记者不知道有什么容易 意图 他特意追问我这些尴尬的问题 就是他这样去说 而何柱哥的追踪呢 最多都是追踪着记者的问题 就说我质疑多了 第一次用意 再给你数据 但是老板是否做其他奇怪的事情 沈老板的说法就是 他说 记者的用意是从来都不需要质疑的 因为你政治家只需要说事实 你管他的用意是什么 正如泛民哪里可以质疑 这个文汇报记者的用意 也不用质疑 他对任何问题的用意是不需要质疑的 只要他判断的是否一个事实就足够 这个回应是更加 我觉得更加好 虽然你忽然听上去的气势 是没有何柱哥那么厉害的 但是你发觉的深度里面就是 就是 他连提出问题的问题都有问题 就是CY的问题 他的用意是什么 而这个问题是有记者认同 我会追求 他问何先生你的用意是什么 结果他自己就买了 但是沈老板是觉得 你是没有政治人物 是没有资格质疑 或者是不需要质疑 任何一个传媒 问你问题的用意 你只需要判断 那个是否事实 所以刚才你说辩原和教练的问题 就是在于何先生 就飾演多次的记者身份 不过强而有力地问一次 就是一个best字 但是很明显 沈老板就真的做一个教练的角色 就尝试把它拉开一点点 是不是你本身质疑这个问题 背后也有一个问题 你就找出一个 他问题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币 其实他是成功被CY移动了 如果大家集中去想用意的问题 讨论用意的问题 但是用逻辑的角度来说 用意是不相干的 这条问题的结果就是想尋求你一个答案 而答案就是回应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事实 用意是什么在整件事里面 根本是不重要的 我们变成要学会分析这件事 就是我们经常说 不相干论症 大家看李天明小小都知道 但是很少人懂得在场上里面 就是辩论过程里面 分到哪些问题是不相干的 因为大家发觉 related 不是相干的 但是 到底用意在那件事的答案里面 是担演着什么角色呢 你认真想就是没有角色 是一个角色都没有 所以整件事 就是不相干论症的最佳示范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变缘看文章 上司从了解这件事 和吸收知识的角度之外 再拿一个辩论角度出来 到底当初有什么辩论技巧可以学到呢 今天我们就感谢沈老板 就是前变缘 前变缘沈老板 提供了一个不相干论症的 最好示范 最好示范 今天的 另外一直看下去沈老板的文章 还有几点是变缘 我觉得他这次 不知道是否受我们的ID 被德国际的影响 他经常都听 就是辩论化了 所以他有一些东西 我们发觉整篇文章 都充满着一些辩论的意味 包括捉矛盾 他又捉了什么矛盾呢 他捉了CY团队的矛盾 这个也印证了君子报仇 十年了 你不是说他变缘了 你觉得他突然报仇了 不是 他是变缘了 报仇了很多种方法 他写的方法里面 他也是捉一个矛盾的 这个就要追溯到沈老辉教授 在发布这个 次主权 次主权这个条件的时候 那时候一出了次主权 这个字眼之后 已经被一班人疯狂地 集中是同一班人 疯狂地批评 不应该 主权不能分割 这个是伪学术 就是说那些学术是假的 假扮学术家 没错 其中一个批评者就是 不用其中一个 当然是刘乃强先生和刘梦雄博士 他们都一直批评这个 这个其中他们 这两个人都是 这两个才是特别的 这两个就现在是CY团里面 最忠实的支持者 也是我们民主斗士的最前线 至少他突显了 跟我们说小圈子是不利的 没错 那 沈老板怎么可以抓到这个矛盾的位置呢 就是说 原来最近沈老板写了一篇文章 是说关于这个 狼陶藤 也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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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威海卫的 也是叫狼陶藤 是吗 是狼陶藤 武豪不知道什么 中间就有威海卫考古 就是说一些扎脚问题 是的 扎脚问题 那篇文章 他也是用同一的矮学术原则去写 不知道为什么 梁盈的团队 就会邀请 把他那篇文章放在他们的竞选网页 那这个就很明显 我实际上觉得这个不是捉矛盾 他那句话很好 他说 学术是不是真的这么而稀 一瞬间之间就由矮学术变成了真学术 只是说他忌仇 也不是说他捉矛盾 不是 那这个矛盾也是好的 就是大家要找多些的data 譬如好像 很多时候我们去辩论的时候 就是要找一些顾例 不是顾例 找一些例子去证明那件事 是很重要的 就是譬如说说这个 怎么说好呢 我最近好像一场辩论比赛 都听过类似的例子 是哪一场呢 是 是哪一场呢 是哪一场呢 真的忘记了 是这个土地的空置税 土地空置税及物业行置税 是的 物业行置税 是这样说 其实 人们就说要征收那些土地 行置税和物业行置税 反方当然是反对 他提出一个 反方是反对 这个很正常 他提出一个论点是什么 他提出一个论点是说 其实 到底是否限制一定要是 而是炒呢 其实也不是的 是 其实也不是的 有很多是街市 他可能是愚蕩上面 或者是空宅 空宅 他整场只是说愚蕩和空宅 是愚蕩 但问题就是 正方如果在这一刻能够提出了 空宅有人炒 是 愚蕩上面都高价成交 街市旁边对着墳墙都是豪宅 愚蕩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 去说 喂 你定义什么叫 那些人怎么定义 去空宅变成笋盘呢 其实就是 大大落后于楼市的盘 就叫做空宅 是吧 即是你转过程度 就可以包装到另外一件事 空宅不好 看下落后那么多 对着墳墙的空宅不好 你看看日出看城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叫覆位 覆位 即是你也会有这些 捉矛盾的位置出来 将这件事去对照一下 但刚才你说的那些 空宅炒卖那些字眼 都叫做实一点 但其实沈老板今集里面 说了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经常觉得 这个不单只是在政治上 他经常说的 用政治包装之类的技巧 但我觉得是 我们在变场上 我们都会经常出现那件事 就是其实今天沈老板 他就经常说 CY的团队 经常用这个君子 社会利益 去凌駕了个人的东西 而且个自己 也是佔据了这个道德高地 去解释了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社会利益 但是你想想 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政治技巧 这个其实我们变场上 是经常用的 我实际上觉得 如果沈老板在罵CY 经常说社会利益 他应该先罵全香港的中学辩论员 不是 他是说 你怎样定义君子 是吧 是 他是定义不到的 他是讽刺 现在全世界只有CY的团队 才懂得定义君子 还有什么叫矮学术 是 还有他中了这些字眼的时候 如果你说要定这个字眼 其实全香港的辩原 我们经常都定了这些字眼出来 就是学生利益 跟着社会利益 跟着社会利益 跟着香港整体发展 是永远都是由这个辩原口中去定义出来 那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在于 当然你不能从政治上 你可以跟沈老板那种说法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不应该定义这些字眼 再者的就是 最重要的是你说 其实你定义这些字眼的时候 是不是很合理呢 有没有客观标准呢 还是其实你定义的时候 其实大家 都是调出来 就是我说了三个学生的好处 然后我就把所有东西定义为 这是学生利益 好 那为了避免日后 大家有机会 遇到沈老板去做评判 就是大家要看一下那篇文章 为什么他说 就是君子啊 这些词 你是不能定义的呢 嗯 至少是不能由你自己个人去定义 说到沈老板做评判 其实沈老板是经常做辩论场上的评判 去到揭菜的时候 是的 大家就要去留意一下 有些字眼是不能定义的 还有 就算要定义 用一个学术一点的定义 还有不要说别人是异学术 小心说这些字 是 那这个就是 今天沈老板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啟发 那篇文章都挺值得看的 特别是 就是关于分析CY的一些问题上面 有些什么劣勢呢 那大家去看一下 那是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欣赏一下的 那 讲开这个的定义有抽水成份 那我们发觉 就是其实过去一个星期呢 河柱国的发言 都经常被人利用去抽水 是不是 各大的评论人都有抽 其中一个我们发觉 他都有抽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集都歌众过的前辩元 王阳达先生 那大家知道他的肩膀就叫皇上 是不是 那也都在现在的香港人物的早晨节目 皇上有怀疑上面 不是啊 皇上有怀疑没有了 早晨节目叫早朝天下 哦是是 sorry sorry 不够你 不够你 我们每天早上要听 我没有听 哈哈 我每天早上没有听 我之后有时候都会回来听 那 去听他的分析 那当然这一宗新闻 他们都不会放过的 那他怎么用 用何生的论点呢 就是用何生的那一句 就是他说什么呢 測量师对我来说 都是地产经纪 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 只不过是 钱大一点 一个银码大一点 一个银码小一点 然后皇上就follow下去了 对了 作为一个辩元 人家出了一句之后 就follow下去了 怎样follow下去呢 Jay示范 其实他这个背后的意思 就不是说他地产经纪那么大 他说你都是喝地产经纪的奶水带 就是他而已 所以你不要唤口口双声 就说自己在帮小市民去打击地产商 其实他自己就是地产商的受益 就是他说 何生这个用意就是 指出了他和地产经纪是无疑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打击他的能力 就是证明他其实都只是地产经纪 但是这个我觉得 我们很多地产经纪听到就很大 是的 第一个原因是觉得地产经纪是很难的 所有售仕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 你怎样才不要射爆那笼呢 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我觉得 刻意矮化了地产经纪 可能就不是一个什么专业 是刻意矮化他的专业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 不是矮化他的能力 因为没有专业的东西才是考能力的 就是全香港都有很多的售仕的了 你开始兜了 不是 没有专业的那些是不是考能力 是的 有专业的那些 不是考能力的 有专业未必考能力的 看你的专业资格的门栏是怎样定的 是吧 就是你可以读书成绩很好 然后考到那些牌照 但是从来都不执业的 那你都有那个专业资格 你就开始示范沈老板为这个能力去学校的定义了 不是 就是我这样说 你没有专业资格的东西才靠能力去定义市场的竞争力 对不对 那你 譬如 买鸡蛋仔的能力是什么 那总有些鸡蛋仔卖得好一点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用买翻版 都是讲能力 对 大家翻版的sauce都一样 都是卖得好一点 我叫也大声一点 是啊 其实你讲搞网站也是 是 写blog也是 是 写blog就是典型体能力 你的blog只有几十人看 和你的blog有几千人看 是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 它最多是矮化了专业资格 是的 但其实是从逻辑上来说 所以他就说他不是专业 所以他的意思 是的 第二个就是想说他和地产商的关系千丝万扭 所以就质疑他那些说会打击地产商的那些措施 其实都是口号而已 空投资票是兑不了的 所以皇上就出了一个论点 就是说他不要再在那里假装了 你也是地产商 一憂之河 根本就是同一路人 就是你怎会打击他们 但是我们 就是节目主持人阿J就心水清了 他说 啊 皇上抽错了水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应该反过来 是幸好何处都停得到 皇上就冲过头了 跌了到懸崖了 就是为什么皇上的进一步推论 是跌了到懸崖呢 我们留下J去分析 你可以看到 其实皇上 其实他抽得很对的 如果你只是看这一句 他这个意思呢 原本大家推论下去 都以为他说 你都是地产商之一 你就不要打击地价那些什么 都是因为地价高 你才发达的 但是呢 其实他本身 为什么何处各 想了这么多日之后 出来的记者会 都是stick to 说我们都是问回事实 问回两难 不去讲其他问题呢 其实其中一个忧虑点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你一开始是说 人家说 你一棵青桌赚得不好 或者你的生意搞得不好 你是不能够推论 他自己是一个 地产商养大的人 要不然呢 他就很口口声声 出来一个很美的rebuttal 就是因为我 顾及这个市民的利益 我家公司就买了 是因为我顾及市民的利益 我们现在才 令到大家 见到我们的地方 可能我们的股价 未必那么好 但是很明显 见到我们打击地产 是有决心的 所以你去回应这个 黄阳达的时候 他这一下呢 就抽错了少少了 就抽过了 那你可否简短一点 去再总结一下 为什么他抽过了少少呢 那就是 你抽错了少少 又是怎么简短一点 不知道 为什么他抽错了少少呢 那明显就是因为 你不应该抽他 是地产商的仰大 因为基本上 你之后就说自己 他之后的股价跌 一棵青袋 那重点会是 因为地产商而发达 他都没有发达 你应该这么说 纵然他之前和地产商有什么 千丝万两的关系 现在就证明了 你今天已经割裂了 已经完全割裂了 我为了跟你割裂 我搞定自己 我切 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应该是更加证明到 CY那些针对地产项目的一些措施 是更加有能力的 更加可信 至少他的决心是很大 等于是跟太太说 我以后不出去搞女人 我切了 这个是你讲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你童童也用得到这一条 我没有缺失了 你之后 那些人说 阿星爺说 现在你是选特首 就不是选男友 他有没有缺失是不相干的 那就可以保住了 但我其实是不明白 你感情缺失不是诚信的问题 而是男女朋友的感情问题 所以你不是男女朋友 有其他缺失都没所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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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发觉 为什么有时候 那些论点 我们说 你听上去觉得好像 可以去尽一点 去完这句又更加好 有时候未必的 去多一句 可能是会 去买了东西 买了东西 那我们这个都是辩元里面 打辩令的时候 小心一点 那我们 去通过了这个 何柱国 去通过了智囊书 我们要去回 这个两位特首的发言 那我又发觉 我们这个 这个混合选 开始要兼顾多一点的区域 因为呢 过去的一个星期 除了选了选位之后 我又多了一位的特首的候选人 不是兼顾多一个sector 而是多一个人 那一个sector也是存在的 多一个sector 多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 就是 何俊仁 不是 是逢檐基加何俊仁 多了两个人 但我想说 其实他们两个 我们不是应该多了一个 是我们一向都忽略了 他们两个出来 就算很久了 没有 逢檐基是上个星期才说算 人哥就更早一点 我们一直忽略了人哥 不好意思 他真的没有什么说错 他没有什么说错 但是这次我们 为什么要突然提起他们 当然我们为了庆祝他们 高票 准备入閘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发觉 原来他的辯论技巧 更加令到所有辯论员 是为之罪悪的 因为 是帮他们思考 rebuttal 应该是非常好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发觉 何俊仁 为什么我们一来忽略了他 因为总是觉得 我觉得他的辯论是有点不太扎实 但我们今天就发觉 原来他的辯论是很扎实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 有两大论点 第一个就是说 他是来到突显小圈子的畢异 第二个是 也不需要了 刘武雄已经证明了 是的 这个就是最坏的 刘武雄 我也是他三分钟辯论员 拿Best返回家 他就用三分钟 准备了所有的民主党事 就说我出来跟你说 什么叫小圈子的畢业 就是CY民望这么高 他在政协选位竟然可以这么低 排名五 是的 你看这帮政协 多没有代表着市民 他最多是证明政协是没有代表性的 他就说搞到影子都变成了政协 OK 是的 就是变成了这个 突显小圈子的不公义 那刘武雄證明了 第一就是 他不是那个界别的 但是透过捐钱 可以入到那个界别 很不公义 这个这样说就不对了 我昨天也想过 蕭若元先生 会否犯了这个诽谤条例 因为他在公布上经常出了两段 就是为什么他做到这个恐教的损毁 之后下一句就说他捐了一百万给这个恐教的中心 是的 我终于知道他没有被告诽谤了 为什么呢 他真的有捐 因为他中间少了两个字 因为 他只是说了两个分句 他代表了恐教损毁 还有他捐了一百万给恐教 他就没有说因为 说因为就犯法了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指控他贵损 这个是需要有实质的证供 如果不是你就犯了诽谤的条例 哦 原来这样 我们又可以上一个诽谤 法律堂 是的 诽谤30秒 不过不要緊 法律堂诽谤3秒 我们诽谤了半年 应该是我们经历的事情 是的 那 说回泛民两条拉 作为辩元来说 那两条拉 其实你一听就会觉得是 就是最惨打辩论是什么呢 就是选情每天都变 就是我们打辩论 很多都是政策性的嘛 那政策一直变 每天都有新资料出 你回到昨天定的条拉 今天可能因为一个新资料出来 用不了 嗯 现在很少了 现在辩论这些题目 经常是十年前 不会的 不会的 那法律呢 都面对着这个问题 他的两大论点就是希望入閘 然后高民望 嗯 但是就当选不了 突显个小圈子选举的不公义 这个是他完整条拉 是的 但这条拉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是因为 新资料就是他民望不高 第一就是他入閘的时候 民望都不高 所以按这个资料来说 他们是做不到 就是由他喊口号那天参选 他已经做不到 但他反过来说 他改了一点就做到 他只要改了一句 由高民望到低民望 就行了 低民望 但我高票入了闘 那我就突显了小圈子的不宜 是啊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这个 就是改了一点就反而是 整件事是不合理很多 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低民望 这个时候 我民望越低 我也有200票 你看我不太厉害了 第二件事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就是化民是要说尊重民意 有些人提出一个逻辑问题 这个也很难插 这是刘梦雄提出还是不知道 逻辑问题就是 现在民意 擺明是梁振英文的比较高 那如果泛民是尊重民意 是不是应该直接把200票投给梁振英 这个通常是学术上 我们所谓的民粹和民意的分别 那是怎样分呢 民粹就是 我们要尊重民意 但也不用100%尊重 有些原则和正义的东西要跟随 就是如果大家民粹的政府 就会把所有钱都给人民 因为这个东西是拿最多民意的 但是实际上都不会 因为这个东西是对国家不利的 是不是很深呢 我不是很清晰 多谢你的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是 学术出处在哪里 学术出处在Wikipedia 你自己看书 政治学有的 101那些 好啊 是不是要上沈老闆課 沈老闆不教政治学的 教国际关系 教不知什么反恐 不知什么ethical minority 哈哈哈哈 ok 所以变成了这条线 其实是 都挺难回答 是吧 就是 怎样去解释 当然他们说 所以他出了第二个论点 这个论点是最致命的 他的论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促成真正有竞争的选举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什么是有竞争的选举 不是 这个问题分几个层次 他说要促成真正有竞争 三个部分 促成 有促成 OK 他是绝对做到的 是 做到的方法就是 放两个没有竞争力的 是怎么促成这件事呢 即促成是没有他不行 是啊 我们打辩论就是逐个字去看 促成 即是没有他不行 现在是不是没有他不行呢 那我要看没有他不行的 那些什么 真正 和有竞争 OK 我们先看有竞争 没有他是不是没有竞争 不是啊 两个都很大竞争 大家看到是不同的阵型 头版是经常有他们的 是的 那到底他们的竞争 是不是不真正呢 所以关键就是整个字 到底他们是不是出现一个真正的竞争 真正 什么叫真正呢 是的 按泛民的定义 应该就是 一个 真正选到的 是吧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我们批评时有选举 最大的问题是小圈子 小圈子的重点就是 我们没有份选 嗯 他们进去如何促成 是真正有竞争 那就进去搞动论 或者革命 不是 按他们的推论就是说 他们现在才是IPAD的投票 嗯 然后代表出选的人呢 就是代表了市民议院 那进去就是间选 来的 但里面那个代表 就是那个选举 又不是100%反映着民意的 不要紧要 他们进去已经是 哦 他们协着间选的 以为可以威胁那些泛民的 竟然 这是我的推论 唯一合理不咬腿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 不是他证明到这个 是真正有竞争 最大事 是真的他证明到这个 是真正有竞争 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泛民能够透过两个候选人 现在间选进去 派一个代表进去 做特首选举 就能够出成一个 真正有竞争的选举了 那我们不用要民主呢 是啊 那为什么还要民主呢 就是如果小圈子选举 透过两个人进入了之后 就可以变成真正有竞争 那就不用争取民主了 你不用跟中联办谈了 你不用密室政治下盼 那就虧了 为什么我走进去呢 是啊 你不用走进去 你就可以做到 其实泛民这条线是很蠢的 因为他论证自己的加入 可以变成真正有竞争 你其实应该是说 自己怎么加入 都变不到真正有竞争 才有这条线 才有存在的价值 是啊 我们觉得泛民是完全 特首候选人 比建制的两个更加不堪 因为建制的两个 他的辩论技巧是不叻 但是又不会矛盾 暂时未见到矛盾 泛民的辩论技巧是恶劣 和经常自我矛盾 经常自我矛盾 所以 那就对了 所以进去就促成了 凸显了小圈子的不公义 这个不关这个 这个凸显了自己的胶 我觉得 至于那个 怎样去做到一条更加好的线 我们觉得 这个真的要想一下 比如第一件事 我们觉得 这个政治上 他们当然不会采立 但是逻辑上 他们应该要采立 就是自己低民望 但是能够进去去选 这个是突显到 而且是高票 分开高票 分开高票过高民望 那么突显了小圈子的不公义 是不是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他进去 是 进去 是真的促成有竞争 为什么 就是如果进去 真的促成有竞争 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一个小圈子选举 竟然可以假装有竞争 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 这条线就救不了 我们就 这条线是怎么救都救不了 所以我建议他切掉 就是以后的下次 以后都没有说过 以后都当自己没有说过 那是最好的 否则的话 其实是 我们能够真真正正正看到 泛民的争取民主的路线图 是怎样的 他每一次都会想着 要派一个人进去选 那已经可以了 还有我们要 舊事重提一下 就是 梁家杰那次 不是已经失败了 他就进去了 他就促成了竞争 他那次都没有说 促成真正的竞争 他是促成了竞争 他促成了所谓的有得选 是有得选才是老板 但是结果是什么 没有得选 不是 结果是他低票落选 是人家高票高民望当选 问题是 梁家杰现在的民望 是比何俊仁和冯檐基高的 他一个比你高民望的人 最后的结局都是低票低民望过对手落选 而他们比这个低票低民望落选的候选人 是更加低票低民望 票未必低 但是更加低民望的时候 即是你逻辑推论 就会变成零票出来 怎样可以做到他们的高民望 但低票落算 这个是更加逻辑上更加不可行的事 所以他都只能够退而求其自小 说这个低民望高票入集就好些了 是的 所以这个是真心给泛民的建议 希望他们不要继续交下去 不是 希望他们继续交下去 那便促成了他们低民望的种子 好 又是总结环节 那我们今集Missing Menu 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们分析了何柱角的法肯准 那当然他定位准 这件事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因为他的定位是奠定了30分钟 不败之迷 那至于回应够狠呢 就是那个的两难 真两难 这个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但是知而行难 因为大家都设到一些假两难出来 那到底怎样才设到一个真两难呢 大家要花时间研究 至于快呢 回应够快呢 那我想基于赛政问题 你最多就能够展现到 在台下发问那里是答得最快 就是30秒 不要用了 其实我们也不建议给的 否则发问时间 根本就是去写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 放了很多篇幅 就是沈老板那篇智囊书 因为我们看到 诶 教练和最佳辩论员的分别在哪 我们看问题 前辩论员都会比较劲一点 有深度一点 就是question or question 就是我们不只是回应一条question 是question or question 那沈老板就做到了 就是说到底证明的用意和问题是不相关的 这个更加合乎邏輯一点 第二就是捉矛盾 当然这个就只是君子报仇十年尾版的另外一个版本 大家自己去解读一下 最后就是有些字眼 你是不能定义的 如果你争取定义的字眼 其实你只是一个的 就是毅学术 但是也不是撞到他的时候 在变场上就不要说这个字了 是的 另外我们也说了 王阳达先生 也是前辩论的 抽错水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 邏輯有时候去得太尽 就是同一个邏輯 继续推演下去 推到哪里要停 为什么何柱国的位置就停了 而皇上踩多一步 就错了 这个也很值得大家思考一下 最后就是说 关于泛民的两个立场上的矛盾问题 因为我们发觉 如何拆解都拆解不了 所以这个 更难为何柱国 这个是怎么救也救不了 所以我们给泛民的建议 就是 应该重新定义自己的矛盾 在初选有了结果之后 如果用回这两条矛盾 我看到这个也是建制 还要比建制更不陷 建制也想找中求变 所以今集的Missing Menu 就到这里为止 非常抱歉 我们两位主持人都 受药物影响的关系 声音又不明 思路又不清晰 所以今集也比较累 希望下集会更加好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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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